新的女排训练营下周就要开营 有人说这个训练营限制了主帅的权利 但是笔者认为 在东京奥运会后 女排是有一定乱象的 所以排鞋的训练营也针对这些乱象做了布置 训练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确保进国家队的球员是有一定思想 身体、技术基础的 进国家队需要训练营的训练、测试、观察、推荐 而这个过程是有庞大训练团成员 通过科学数据集体完成 杜绝了主教练 因个人感情或私心将伤病严重不能随队训练 或者竞技状态 严重下滑的球员直通国家队 二、更大范围保证了有实力的球员 能够有机会参与选拔 减少了一株产生 三、已经在国家队集训的队员 如果技术数据不过关 还要回训练营回炉 四、杜绝了教练艺人代表整个中国女排 比如安排队员进行商业活动 安排中国女排拍自传 安排中国女排接广告 安排中国女排队员去国外俱乐部打球 不能一个人决定整个中国女排的命运 内容中强调了教练团队 而不是个人 说实话 东京奥运前 有这制度恐怕联赛都上不了场的刘晓彤 就不会再入国家队了 五、强调了要有强烈的国家荣誉感 能吃苦耐劳 拼搏精神 避免了自己已有奥运金牌后的懈怠 确保国家队队员各个具有强烈的获胜信念 笔者认为 这次训练营制度是对兵败东京的反思和亡羊补牢 好的制度才能确保好的持续 个人大包大揽 权力给予艺人 单靠一个教练的英明经营中国女排这一金字招牌 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 东京奥运会惨败给排鞋敲响了警钟 排鞋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推出来训练营制度 训练营的出现可以部分遏制中国女排乱象 事实为了等一两个伤员伤好 而耽误整个队伍训练 磨合真的不科学 北京奥运会也出现这样的状况 觉得伤病中的杨浩合适 结果拒绝了状态很好的张月红 试想 如果东京就有训练营 那么受伤的刘晓彤 状态一般的刘彦涵还能去奥运吗 未必吧 训练营的目的是做个提高测试 筛选 推荐的工作 让所以球员都有机会去努力 这样蔡斌就会有目的的最终筛选 而不是教练只能在比赛中现场挑选 降低了偶然性带来的错选 蔡斌现在的训练营的 类似70年代的体制 当时是搞全国集训 国家队在集训中集中 不断调入视训人员 当初陈亚琼就是靠这个途径进入国家队的 而现在搞全国集训 比那时候人少得多 更容易安排了 所以笔者是支持训练营的 因为可以确保能者上 无能者下 确保女排没有一株产生 也让主教练不要纠结在一些小事 专心负责训练和比赛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